Bronk要籃底下德古拉 籃下卡開空間轉身之後把球給塞進去 我可能大多數人我相信應該都沒有看過 這有點過分啊 德古拉 摳清之後還怒吼一聲 OK 德古拉 Guarra夾擊上來 Guarra轉身擺脫了防守 2.3號 Semiel Deguola 其實他們幾名的球員看得出來 整體的2.3號 甚至是那種4.5號 真的太高了 什麼叫做跳得高不如長得高 德古拉在籃底下 哇 這邊 裁判警告他一下說 在扣完籃之後不要拉籃框 這真的太簡單了 他說我沒有啊 就有踢到 因為德古拉加上吳戴豪這個組合 內線超級高啊 德古拉在籃下得手 在外傳去找吳戴豪 吳戴豪三分外線 德古拉站著槍進攻籃板 籃下的輸一進 吳凱翔 三籃底下空了 這個機會籃下戴豪的板高出手 白薩的跳投出手不進 11比5 踢腳的出手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太多攻勢 Bron 三分把握住了 Bron 再找凱翔 在籃底下得古拉 籃下 身高優勢 造成了犯規 我去做單打 就是很簡單的走位之後 要到位置 隊友直接給他 其實另一隊也是透過 外圍一個轉移的機會 Bron現在進行擋起來 Bron其實沒有直接把球王裡面塞 Bron 要籃底下得古拉 籃下卡開個空間 轉身車把球給塞進去 是 籃網隊的中鋒 Nick Axton的學長 這時候得古拉終於下去了 我看太陽鑑在這邊應該 鬆了一口氣 對 真的是鬆了一口氣 凱翔 再給中間 Niguara 籃下把球給壓進去 Bairfield走底線 閃過的防守 那球可以說是Bairfield前面 台中太陽對上台鋼烈英的比賽 目前在第二節 現在是台鋼烈英領先4分 要給Niguara 再出來補凱翔 凱翔的外線3分 同進 在南京太陽的其實應該會有更多變化 是 不過在相對變化有限的情況下 其實在第二節 經過開賽低潮之後明顯是比較近狀況 對 就是Diguara又要被吹三球 那他出手了 對 對 他 因為這個位置拿球基本上 開槍現在虎頂高調到籃底下 Diguara 轉身 太高啦 只能說防守 這個球可能防守上唯一的機會 就是AdWords在前面站前去跳起來 來把這個傳球路線給破壞掉 鋼烈 井太尊 喔lah 摋 這個球是不是精算嗎 這時候可能 大多數我們 fog 都沒有看過 這有點過分阿 年底下還是有點尿疫 Bron 해도高調 哇這球給的很聰明阿 特別的出色 數據上看起來平衡 但作為這個後場球員在場 看好的球員不一定是 我一定要黏在他的手上 我以為是他打成什麼 德骨拉 可以喔 摳請之後還怒吼一聲 就找李漢森送給德骨拉 迪娃娃夾擊上來 迪娃娃轉身擺脫了防守 暴扣籃框 其他的包含他們外援在今年 還有找來了Tony Bishop 另外還有艾倫 在今天的比賽都是沒有登錄的 其實上半場完全可以看到 就是 艾德華一個人面對到德骨拉 這真的是 辛苦他了 那德骨拉 今年太陽他們除了在艾倫之外 看得出來其他幾名的球員 還是以這種高機動型 那最後可惜讓德骨拉造成一些空間 Edward只能下手去 華枝 兩分 GARA再傳出來韓劫玉 底線的三分跳投 沒進 喔唷 喔唷 這個反應不錯 對 而且他站在原地都是用自己的手 其他的太陽球員 真的是 場南板 戴瑞騰抓到 戴瑞騰轉身 被蓋 哇 站著打我過 閃不過 唉唷 唉唷 我自己帶過來 這邊沒有製造進攻犯規 底線Catch & Shoot出手 地瓜拉 這個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這什麼叫用犯規都拉走